以西节书第三十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哀哉这日 你们应当哭嚎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就是密云之日 列国受罚之旗 必有刀剑临到埃及 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 古时人就有痛苦 人民必被掳掠 鸡子必被拆毁 古时人 福人 路德人 杂族的人民 并古巴人 以及同盟之地的人 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 耶和华如此说 扶住埃及的也必倾倒 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必降低为 其中的人民 从舍弗尼塔起 必倒在刀下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埃及地 在荒凉的国中 必成为荒凉 埃及城 在荒废的城中 也变为荒废 我在埃及中 使火早起 帮助埃及的 都被灭绝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到那日 必有使者坐船 从我面前出去 只安逸无虑的古时人 京聚 必有痛苦临到他们 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 看啊 这是临近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借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萨的手 除灭埃及众人 他和随从他的人 就是列国中强暴的 必进来毁灭这地 他们 必拔刀攻击埃及 使遍地有被杀的人 我必使江河干河 将地迈在恶人的手中 我必借外邦人的手 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毁灭偶像 从罗伏除灭神像 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 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 我必使巴特罗荒凉 在索安中死火早起 向罗施行审判 我必将我的愤怒 倒在埃及的宝藏上 就是训上 并要剪除罗的众人 我必在埃及中死火早起 训必大大痛苦 罗必被攻破 罗伏白日见仇敌 亚文和彼伯时的少年人 必倒在刀下 这些成的人必被掳掠 我在达比尼折断埃及的诸二 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在其中止息 那时日光必退去 至于这成 必有密云遮蔽 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 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绑壁 没有服药 也没有用不尝好 使他有力持刀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 必将他有力的绑壁 他以打折的绑壁 全行打断 使刀从他手中坠落 我必将埃及人 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我必使巴比伦王的绑壁有力 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 却要打断法老的绑壁 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 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 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绑壁 法老的绑壁 却要下垂 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埃及人 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